那我们这一章最后 是这门课最后面 我们只能跟各位介绍一些形式 如果我们解平面问题 要用二维做 是用极坐标的话 一般我们用的都是XY坐标 但是你们也知道 很多跟圆弧有关的问题 跟弧线有关的问题 不见一辆圆弧 跟弧线有关的问题 用极坐标 会比用直角坐标 来得方便一点 那理论上 我们当初教第一章的目的 就是告诉各位 如果一些方程式 我们原来是用直角坐标表示的 我们依照第一章张量的观念 我们很容易把它转换成为 其他的极坐标 或是球面坐标的形式 那这个呢 我们只是不让各位 就是这边的方程式 推倒我们都不仔细推倒了 基本上都是利用第一章的观念 转换过来的 我们只把这个形式 直接写给各位看 告诉各位 如果是在平面问题 用极坐标的话 平衡方程式 应变位移的关系式等等 怎么会是 用极坐标的形式 写成怎么样 直接写给来 让各位自己参考一下 首先呢 我们讲极坐标 就我们这边做的 人的镜像 我们把它叫做 是 ER 我们先给各位 再回顾一下 这个极坐标 我这个图画的 因为这画的太像圆 真正的极坐标 举例来讲 它是会跟 我们的XY坐标 有对应的 假定呢 这是一条直线 一样可以做极坐标 所谓的ER 假定这是我的点 就从原点 到这边 直接连方 这是我的ER 那 依照这个ER 反时针转90度的方向 就是EC打 我们的意思就是 不管这个图形是什么 EC打 通常不是切线方向 这个图画的太像 切线不好 只有圆 唯一的例外是圆 如果图形真的是圆的一部分 EC打 会在切线方向 但是这是唯一的例外 只要图形不是一个圆 EC打 通常就不是切线方向 所以各位不要把它当作是切线方向 EC打的定义就是ER 转90度 就这么简单 这是我们所谓的极坐标 那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在第一章用给各位看 圆柱坐标 也就是等于讲的 我这个极坐标 跟我的直角坐标 是可以互换的 也就是对任何一点来讲 它的坐标有两个 可以说是R系打什么 也可以说是X1 X2 也可以说是X1 X2 等于什么 比如说以这边来讲 我们就以这个图 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对 这两个就是分别是 直角坐标跟直坐标相对应的关系 左边那一个是知道R系打 可以求出那一点的XYS2 右边那个是知道了XYS2 我可以知道那一点的是R跟系打 这两个坐标是可以互换的 OK 这两个坐标是可以互换的 OK 那就我们讲的 那针对这个坐标呢 我们就说我们的应力分别就是 Sigma R R Sigma R系打 Sigma系打系打 Epsilon R R Epsilon系打系打 Epsilon R系打 还有URU系打 它的平面上就是八个场 然后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平衡方程式 其实应该是左边这一个 只是这边有一个箱层把它展开来 就变成这边 这个就是你要用极坐标的 二维的平衡方 应力平衡方程式 不要把直角坐标直接转换过来 很明显你们看 这个的形式跟直角坐标的平衡方程式 有很大的差异 这个是应力平衡方程式 那下面这个呢 就是应变跟位移的关系 在下面这一个呢 是Compatibility Equation 在下面这个是Compatibility Equation 都跟直角坐标有差 那最后一个唯一没有变的就是 应力应变的关系是 为什么 应力应变的那个关系是 举例来讲 它呢不止二维三维也一样 我们说SigmaXX 就算是三维都好了 这个是我们一零变平衡方程式 如果是极坐标呢 就只是把X换成R 然后嘛 细打细打 Z不变 所以 所以应力应变的关系是 直角坐标跟直坐标 都一模一样 因为应力应变的关系 只要是 只要坐标是直角 就没问题 就是直坐标 也是直角坐标 只是不是线性的 这个方程式跟线性 或非线性无关 所以我们就没有再写了 而应力应变方程式 是 不瘦 不太受不同的坐标影响 只要你用的都是直角坐标 就可以直接换 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后 那我们刚才也讲到 Iris Trace Function 假定我们这边忽略掉我的Body Force 忽略掉我们的Body Force的话 忽略Body Force的话 那 反过来讲 我知道 我知道Tace Function以后 假定这个Fight是Function of Arc 那它跟Sigma R Sigma C Sigma C 的关系 就这个是指 这就是我的Govern Equation 直坐标的 Fight和Govern Equation 我们等号右边 等于0就是我忽略的Body Force 这是极坐标的形式 这是极坐标的形式 如果这个是等于0的话 事实上 这个Fight 我们可以得出Exact手标讯 它的Geno手标讯 这一堆 我来强调 这个 假定你是用极坐标示 比较呢 这一个 答案就是这一堆 也就等于说 如果你要用极坐标的话 你剩下的问题 只是把这个Fight 把这边的这个Fight 这些值 带进这边 得到应力 然后再把这个带进 边界条件 来解系数就可以 当然不好做 因为系数还蛮多的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Geno Solution 给各位 这边只是给各位做参考 表示这次已经有人都解出来了 给你们做参考 好 那在下面呢 我们跟各位介绍 通常用极坐标的时候 我们会碰到一个 轴对称的状况 Eximetric 首先跟各位提醒 轴对称是我们常常 合理的把三维问题 变成二维问题的 所谓的轴对称 如果以二维的轴对称来讲 指的问题一定就是这一个 我的考虑的面积一定就是圆 就是圆 让我的边界条件 不管是Body Force 或者硬力 还有位移的边界条件 都只会方取 off R 而不会方取 off C打 就所有的边界条件 只跟R有关 跟C打无关 这才是所谓的轴对称 这才是所谓的轴对称问题 如果是轴对称问题的话 那我们会有几个 这个第一个 我们就要 首先我的Sigma R 和Sigma C打 C打 就只会方取off R 因为我的边界条件 都只方取off是R 然后我的Sigma R C打一定等于0 只要是轴对称问题 减硬力一定等于0 那我刚刚那个 前面的那个 随时方讯 有些项就会不见了 只会剩下这些项 第一个 主要就是 只跟R有关的项目 大部分跟C打有关 都会去掉 可是唯一的例外 是后面会有这个 它会加上一个 X1 Cos 那个X Cos 再加上那个 这两个 这个 这个 R sin C打 跟R cos C打 这个就分别等于X1 X2 也就我们所讲的 Affine Function 所以 不要忘了 后面多的这一堆 虽然跟C打有关 但是它不影响应力 可是因为我跟这有关 所以我们有强调 Fight的边界 这条代表 所以Fight的边界条件 可能会跟C打有关 因为我事实上 答案会有C打 只是我真的 这个C打 不会影响我的应力 那我们对 任何一项 对C打无分等于零 我的 Body Force 基本上 也只会Function of R 所有的边界条件 包括Bud 都只会Function of R 这个就是 如果是走真正的 走对称问题 这些就都会出现 如果是走对称问题 我们的平衡方程式 就会简化成这个样子 因为Sigma R C打 就是把右边这个 对C打的微分 都等于零 还有Sigma R C打也等于零 就会变成这个 当然这是 主要是第二个平衡方程式 会大量简化 这是都最称的 那 我们的Fight Goburn y Quision 会变成这个形式 也就是对 细打微分也没有了 而这个形式 可以简化成为 这个形式 这两个是一模一样 这个展开就等于这个 这个各位可能有点印象 你们在公述 谈到微分的时候 应该会看到 这个方程式 应该会教 这个方程式的解 就是这样子 这个方程式展开的解 就只剩这一个 这也就是告诉各位 如果是极坐标 而且是轴对称的话 我Fight就只有这个形式 所以的参数变得很少 真的说起来 就变成了这个形式 然后最后的那个D 因为是常数 就属于erfine function 那种形式 我们也可以忽略掉 把它当作零 如果你把这个Fight 再带进我们讲的印力 就是这个 所以最后呢 如果是极坐标 轴对称 就是把这个答案 带进边界条件 解常数ABC 就OK 解常数ABC 就OK 这就是我们 这个最后这一节 这个本来 这些 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结果 事实上我在强调 都是把直角坐标 依据第一章的观念 直接转换过来 我们不在这边多说了 那最后只是让各位 因为解平面问题 很容易用到直坐标 所以我们把直坐标的 相对应方程式 直接写在这边 给各位做参考 这是那边 我们讲的完整性 那这个结束了 我们这一章 也结束了 我们这个课程